一场选美科学家的科研风暴,正在酝酿中。 但事实上,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华裔专题科学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院长弗朗西斯科林斯,上周在听证会上讲话表示, 现在越来越多的教授被解雇,被要求离开学校。 其中,许多人随后回到了以前他们国家的机构。 科林斯随后表示,在接下来的一两周时间内,将对各个大学违反NIH规定的科学家采取行动,有人将被开除。 此番言论早不是新闻,但是此次被重新提起,而且态度强硬。 美国期刊Science也对此事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去年8月,NIH释出了关于保护美国生物医学研究诚信的宣告,并协助FBI调查与国外机构有合作,收到经费资助的美国科学家。 科林斯在公开信中提到。 有三个问题令人关切。 像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其他实体转让资助申请,或转移由NIH资助的生物医学研究的智慧财产权,与包括外国实体在内的其他国家的NIH同行审查员,共享关于资助申请的机密资讯,或者试图影响资助决定。 受NIH资助机构的一些研究人员,未能披露,包括外国政府在内的其他组织提供的资源。 这可能会扭曲有关NIH资金使用的决定。 12月 NIH再次释出,关于外国对美国科研诚信影响的报告,认为一些外国政府,已经启动了系统的计划,不当的影响和利用美国开展的研究。 美国大学将很快宣布对违反NIH规定的外国科学家采取的行动。 图片来自Science,目前,NIH正在对全国55个机构进行调查。 主要内容是了解外国科学家,是否遵守有关披露外国关系,保护同行评审的机密性,和处理智慧财产权的机构规定。 科林斯表示,一些美国大学,将在接下来的一两周内宣布,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 以防止外国政府不公平地,利用NIH资助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人员可能将会被解雇。 包括中国科研人员。 同时,NIH还公布了受资助人员,可能违反报告规则的六个案例。 并提醒审查拨款申请的研究人员,不应与外界分享提案资讯。 一些科学家背叛双重之心罪double dipping,或是未披露受到外国的资助相关工作,同时也受到NIH资助,转移属于他们所在美国机构的智慧财产权。 或是向其他国家提供受资助研究的方案,使得想法理念被窃取。 而这类案件,也不仅限于来自中国的科学家。 科林斯的这番言论是出席上周的听证会时发表的。 最后更是放下狠话,我们正在采取行动。 你会在媒体上看到更多的证据,特别是在未来一两周。 关于外国有美科学家威胁论,这段时间经常在媒体中曝光。 去年10月,约翰或普金斯大学的一份访问学者政策引发热议。 让人们担忧,赴美学术交流,会受到当地限制。 约翰或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发出一封名为访问学者政策Reviting Guantist Policy,的邮件。 根据媒体提供的邮件截图。 该学校响应NIH对美国的生物医学受到威胁,以及智慧财产权损失的担心。 决定终止访问学者专案。 邮件中还提到,约翰或普金斯医学院,已经成立欺诈调查小组。 这一邮件引起了海内外华人专题学者的高度关注。 一位驻美的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 如果这一限制持续一年的话,取消该计划,可能会影响到将近1000名访问学者。 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对Yokia Om的起诉书。 网络截图,相关阅读,可口可乐前华裔女科学家。 窃取机密被控。 价值超过一亿。 有报道指出,如今美国各界为炒作中国间谍,无所不用其极。 联邦检察官德穆斯五日警告。 大学和科技公司零集的波士顿专题,是中国间谍的目标。 相关阅读,每百人会发声。 谴责任何对华人种族偏见。 近日,一名中国女子为参加活动,惹出创进海湖庄园闹剧。 美国媒体和多名议员,竟也扯出间谍论。 相关阅读。 撒谎。 间谍。 中国女子川普豪宅内,被捕更多细节曝光。 此前更是有华裔科学家不少冤案。 虽然最后被撤案。 但这些诉讼,不仅对这些人的职业生涯,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而且对整个美国华人科学界,产生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负面影响。 左边。 被指控的华裔水文学家陈霞芬。 相关阅读。 回国探新反美后被捕。 被污间谍。 生活净毁的他,把美国政府告上法庭。 同时,中国学生和学者,越来越难以获得签证。 严重妨碍进入美国进行科学会议、探访和研究的机会。 就在今天。 媒体报道称。 去年一共有30名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学术机构负责人,以及政府政策研究专家的访美签证被吊销。 或开始行政复审。 其中包括知名学者。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吴白尹,今年1月来到佐治亚州,出席卡特中心举办的一项活动。 他在亚特兰大机场,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询问。 来美签证随后就被取消了。 社科院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卢翔,几年前,曾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从事了几个月的研究。 他的来美签证去年也被吊销。 卢翔说。 他们可能认为,我对美国过于了解。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也是到亚特兰大卡特中心,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 来美签证随后被吊销。 他们告知,他们可以申请一次性的来美签证。 但必须提供住址、电话,和过去15年中的旅行记录。 王文不愿申请一次性签证。 理由是要回答过于侵犯性的问题。 他说。 我未来几年不想去美国。 这不是我的损失。 是美国政府的损失。 他们失去了一位有影响力的学者。 朱峰是南京大学南海专题,协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之前在北京大学从事美国问题研究。 1999年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 他去年1月份前来美国圣叠哥开会。 在洛杉矶专题国际机场转机时,被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拦住问话。 并被告知,如果不配合,他将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 朱峰说。 来美宣证吊销。 意味着他将无法参加儿子在美国的毕业典礼。 他说这会影响到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过去四十多年,我这代中国人,从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中受益良多。 对我儿子这代人来说,这会出现转变。 他们认为,美国帮助不大,更加不友好。 让人讨厌。 朱峰说。 如今,美国将科学家都拒之门外。 科学无国界是否还能够致地有声? 未来国家间的科研交流还会顺利吗?